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至二十六节 我不但为这些门徒祈求 也为所有因他们的话 而相信我的人祈求 愿他们都合而为一 父啊 就像你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你我合而为一那样 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好让世人相信 是你猜了我来 你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了他们 使他们合而为一 就像我们合而为一那样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愿他们经历如此 愿美的合一 让世人知道 是你猜了我来 也知道 你爱他们 就像你爱我一样 父啊 无论我在那里 愿你赐给我的人 都与我在一起 好让他们看见 你赐给我的一切荣耀 因为你在创世之前 就已经爱我了 公义的父啊 这世界不认识你 我却认识你 这些门徒也知道 是你猜了我来 我已经将你向他们显明 并且还要继续这样做 这样 你对我的爱就在他们里面 我亦在他们里面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夫妇合一 见证基督 你和你的配偶合一吗 到底什么才是夫妇合一呢 夫妇二人各有独特性格 成长背景不同 因此也不同 结婚之后 不应该也不可能 将对方变得和自己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婚姻就失去色彩 夫妇的合一 不是只改变对方 而是好像基督和天父一样 分享一种完全的爱的关系 耶稣以自己和天父的关系 来解释合一的意义 这样是一种同心 同荣同苦 无分彼此 共融的爱的关系 天父和耶稣彼此同心 完成拯救人类的计划 也同享完成救恩计划的荣耀 而且一起忍受承担 人类罪债的痛苦 在整个救恩计划中 天父和耶稣的角色 虽然不同 但是同样展现对世人 完全的爱 你渴望和配偶 分享这种爱的关系吗 单靠自己 真是不能够和配偶合而为一 你曾经因为教导子女的方法不同 而和配偶争执吗 你有没有因为喜居习惯不同 而生配偶的气呢 唯有被基督的爱融化 才不会单顾自己的事 不求自己的喜悦 不以为自己比别人强 夫妇二人 才会以基督的心为心 彼此以荣耀上帝为目标 上帝已经表达了对我们的爱 只有在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 才能够建立上帝和人之间 共用完美的爱的关系 如果你和配偶在生活上有任何争执 争持不下 甚至被此攻击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耶稣因为爱的缘故 舍弃自己的尊荣 和天父一起完成救恩的计划 这样才令我们得着永生 你又是不是愿意和配偶在主女合一 在爱里面见证基督呢 愿人从你们身上体现这种 众人渴望的爱的关系 因为上帝就是爱 上帝的爱是叫夫妇二人合一的黏合制 让上帝进入你们的家庭 和你们共建合一的关系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